醫院急診 診所假日沒休息 照常看診 一大早就有家長 帶著小朋友掛號看病 民眾排隊領藥 其中又以看感冒居多 不只這一間 其他診所也是差不多狀況 最近早晚溫差大 又遇上流感新冠疫情 連結將至 下週診所放假 家長很擔心 我還滿擔心的 因為除了這兩個之外 然後家裡還有一個 四個月的小朋友 所以還怕要上學的時候 然後還是帶病毒回來 傳染那個 不然的話 春節一次都放很多天 診所是沒有開的 所以我們會提前準備 近日就有一位爸爸 在網路上訴苦 連續低溫 家中孩子不斷感冒 不停跑去診所看診 照片上罐子裡 瓶瓶罐罐都是咳嗽糖漿 至少超過十幾罐 但連結將至 家長該怎麼備藥 小朋友一般來講 除非是說他本身 沒有辦法吞服藥力的話 那準備上就會準備藥 流鼻水的用藥 退燒頭痛的用藥 春節診所休息無法看診 家長雖然事先備藥 但遇發燒 胸痛症狀 病情加重 還是需要儘速就醫 以近日呼吸道症狀加劇 耳鼻喉科張宏醫生 PO出長長的電腦後診名單 平均一分鐘就一個人掛號看診 新冠肺炎流感及腺病毒 佔最大鐘 上呼吸道融合病毒 那再來新冠病毒也是現在一直有在流行在高峰期 過年大家會 會走動會互相聚會 那這種情況會傳染散播的很厲害 春節人潮多群聚的風險增加 醫生還是建議戴口罩 勤洗手接種疫苗 讓感染率降低